这里面的这个比较销售额 你觉不觉得它就很适合用设定格式化的条件色阶 然后我们来去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 好 例如说 请问这个时候就不适合设成白色到某种颜色了 为什么 这时候要用双色 双色 因为我们的比较会有跟正的很多很多 跟负的很多很多 所以这个时候 您应该要把这个颜色比较 要换成别种的颜色了 比如说最小值 最小值这个地方 假设我们改成红色 然后最大值 假设这边我们还是用这个颜色 接下来这边 发散 看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发散的意思就是说 要是数值很小很小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变成红色 但是很大很大的时候变成蓝色 那中间 中间是最多的嘛 理论上 你可能会定义出来 就是说 这个中间的颜色 假设是0 那我们中间 摆一个数值好了 摆一个数值 我的意思就是说 原则上 对不起 应该是1还是 对不起 这应该是1吧 如果是相同的话 相同 你设为0好了 如果两个数值是一样的时候 相减就变成0 所以中间的话是变成0 0的话我们是白色 这样子我们来去看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颜色稍微区分一下 对不对 可是你会发现到一件事 像这个 这个是什么 是一个无限的意思 无限的意思 所以 因为当分母 分母为0的时候 它是不能计算的 所以应该要把它过滤掉 不要呈现出来 好 所以 可以吗 这个资料的呈现 在这个地方应该是还蛮重要的 所以你看 通常我们会关心的 应该是什么数值 这个2.28 就是它不能呈现了 为什么 因为它变成一个无限大的数值了 对吧 就好像说 0.1分之 这个数值 那是不是就变得非常非常大了 所以那2啊 3啊 就变得没有1了 所以这样子 资料呈现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把这个 比较的这个 绿稍微调整一下 所以怎么调整 要衣服去调 衣服 好 请问一下 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写一个衣服 他衣服的设定真的跟以上都一模一样 我想衣服的设定 你们应该很清楚 如果条件 这边是不是先放一个条件 对不对 然后这边是成立的时候 这边是不成立的时候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如果其中这一格等于0 这一个等于0 就是这一个要是等于0 或者是通值 或者是这一个等于0 或者是这一个等于0 对吧 好 意思就是说 只要其中有一个是等于0的话 那我们 我们就怎么样 我们这一个值 放什么 空值 空值 空值的话就是什么 所以衣服 好 条件 条件 我们先 条件 然后呢 空值就是这样子 对不对 那不成立的时候呢 就是这一个 原本的计算 就是这一个 好了 那最后一个 这个 这个瓜糊是对应到这个瓜糊的 是对应到这个瓜糊的 因为这分母根本就不需要 好 然后接下来这个条件呢 这个条件 我们就要回下了 其实我们下的方式有非常多啦 对不对 例如说我们在这边写一个over over 好 你可能 你可能要先知道一下 这里面有没有over 这一个函式 我是各位 我是建议 这样子来去写 AUTO加ENTER 好 这边写一个over 对不对 这边是可以看到over over他就告诉你说 告诉你说一个 这个叫做逻辑 一逻辑 二 这意思是什么 这意思就是说 你去判断说 他是不是为 true 这就叫逻辑 意思就是说什么 这个值 这个值 我用 应该是 每日的销售 每日的销售 等于空白 这就第一个了 或者是 或者是什么 资料分析 昨日的销售 等于空白 可以吗 这就是我给他的一个条件式 如果成立的时候 我不算了 因为算这个数字没有意义 可以吗 所以这就是成立 成立 就是说当 这一个 如果是空白 或者是这一个 是空白 或者二则其一 这叫或 然后我就呈现空白 否则的话我就呈现什么 我就计算出这个数值 计算出这个数值 有看到 然后这个数值 要加一个 这个over对应到这边 所以这边少一个右刮弧 对吧 我少一个 那个 那资料分析那边 资料分析每日 那个少一个左刮弧 哦 这个 我这边这个下一个 第二行 第二行第一个 要一个左刮弧 最前面要一个左刮弧 这个地方 有一个左刮弧 减去这个右刮弧 对应 然后接下来 这不用刮弧 然后这个是对应到这个 好 你看这样就对了 Enter 稍微调整一个数值 因为事实上 事实上我都已经把它数值化了 所以它这里面没有那个空白 它只有0这个数值 所以我把刚刚那个空白 全部都改成0 这点要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好 就是这个等于0 或者是这个等于0 我就呈现0 就是这你算没有意义 对不对 我就呈现0 那0就是那个中间值 所以这边看到这个0 然后这个 等一下我们就要去找出 找出那种 很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在练习这一会儿 很大的这个数值 跟很小的这个数值 好给你们稍微先看一下 我刚用空白的观念的地方 全部都改成0 就可以了 因为我确实是用0来计算 这边呈现0 好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做一下 然后请你们先动手来做一下 好